さあ じゃあ始めましょう 今回は ジム 健身房有關的話題 我們首先在健身房 會用到的一些器材 或者是服裝等等 設備等等的單字 我們先整理一下 請看看這個 右邊 第一個 バランスボール 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手上的雜誌 對照一下哪一個畫圖就是這個單字 バランスボール 如果是組成一個句子的話 バランスボールを使います 使用バランスボール バランスボールを使います 再一個 エアロビクス エアロビクス就是所謂的有氧運動 我們的通常會說的簡稱就是 エアロビ 講到這邊 エアロビ 或者是最近的話呢 又把它縮短說 エアロ エアロ 所以在健身房 你聽到 エアロ 或者是エアロビ 都是有氧運動的意思 也很少人 現在很少人用到エアロビクス 這樣子全稱 OK 再來 ヨガ ヨガ ヨガ就是瑜伽的意思 ヨガ ヨガをします 之類的 再來 ジャージ ジャージ ジャージ就是運動服 上下一套的 或者是只有那個褲子的 也是可以說 ジャージ 所以呢 例如說 ジャージを吐きます とか ジャージをします 之類的動作 就是 穿的動詞 可以接在後面 好 再來 ストレッチ ストレッチ 就是拉筋 或者是伸展運動 ストレッチをします 後面 シマス就可以了 或者是 要提醒人的時候 ストレッチをちゃんとしてくださいね ストレッチをちゃんとしてくださいね 這樣的詞 好 再來 トレーニン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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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ないですよ トレーニング 好 看看這邊有2 所以 トレーニング 可以嗎 拉長的前面 就開始往下 トレーニング 例如說 トレーニングをします 例えば 腹肌好了 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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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レーニング 腹筋 ランベル ランベル就是所谓的哑鈴 通常是那种一块一块 就是单手拿的那种 就是ランベル 如果是双手拿的 这种的 那个叫做干铃对吗 那个的话叫做バーベル 可以吗 那举 举 哑鈴怎么说呢 ランベルを上げます 或者说 持ち上げます 也可以 ランベルを上げます 持ち上げます 再来 エアロバイク エアロ就是有一点 类似空气的感觉 バイク就是脚踏车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 健身脚踏车 エアロバイク だからエアロバイクに 乗ります 也可以骑エアロバイク 或者是这个动作 叫他的这个动作 怎么讲呢 こぎます こぎます 所以呢 エアロバイクをこぎます 可以这样子 接动作 再来 ランニングマシン ランニングマシン ランニング就是所谓的跑步 マシン就是机器 所以ランニングマシン ランニングマシンで走ります 用ランニングマシン 用ランニングマシン来跑步 这样子的意思 ランニングマシンで走ります で ランニング 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 ジョギング 有沒有聽过 ジョギング ジョギング算是那种慢跑 速度比较慢一点的 ランニング 就是好像有一点 认真一点的感觉 再来 タオ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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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调要注意 有1 所以呢 是这样子 タオ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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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用タオル 来擦身体 怎么说呢 タオルで 体を 拭きます タオルで 体を 拭きます OK 再来 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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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谓的 泳装 是这个意思 水着 那 买水着呢 水着 を 買います 那 要 选 选 泳装 怎么说呢 水着 を 選びます 水着 を 選びます 再来 プー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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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游泳池的意思 在游泳池 游泳 怎么说呢 プール 动词 是什么呢 泳ぎます 对吗 プール 泳ぎます 中间的 就是 プール で 泳ぎます プール で 泳ぎます 再游泳池 游泳 用 で 这个就是 不是 你 再来 飛び込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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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跳雪 抬 飛び込み台 那 请问一下 跳下去 怎么说呢 跳下去 飛び 再来 再来 进去 进去 ろっかに 物を 入れます ろっかに 物を 入れます 可以吗 再来 シャワー室 淋浴 是 シャワー室 シャワー室に 入ります 进去 シャワー室に 入ります 所以 刚刚 讲的 这两个句子的 差别 动词的 差别 听得出来吗 如果你把 东西 放下去 就是 入れます 物を 入れます 但是呢 我刚刚 说的 进去 就是 入ります 一样用 入门的 入 这个单字 但是呢 后面不一样 入ります 就是 它是 自动词 而且是 我进去 的意思 最后一个 自动販壳機 自动販壳機 就是 自动販壳機 不管是 饮料的 还是什么的 都是可以 用 自动販壳機 这个单字 例如 在自动販壳機 买饮料 怎么说呢 自动販壳機 で ジュースを 買います 或者是 自动販壳機 で 飲物を 買います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也鼓励 大家学到 一个单字 把它组成 句子 来练习 那我们现在 开始进行到 绘画的 三个模式 完项 完了 感谢观看